先插电 220电 然后 开关 打开 这个中英文 等一下 好的 中英文 选中文 如果这里手动就要按自动 现在是自动 这个集填就拿起来 集填拿起来 放管 放管进去 好等一会儿师傅 再来一个慢一点 好等一会儿先不弄了师傅 仪表这个地方 调节这个就是触摸屏 这里调节 你每一项 从上到下每一项都说明一下 它的用处是什么 这个 新打的手动 手动这个是敲声 就是按那个有没有发 超声波 跟这个开关是相连的 那个开关作用是什么 就是按那个有没有敲声反应 这个开关的就是手动 就是两个敲声波 这个 和上 调模具用的 调模具用的 这个电机就是这个光标 转不转 手动 它转不转 按它就是它转不转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进料器的 送进去 送进去 这个是切刀 切刀 如果你把自动 如果不对标 有些人他就不对标 就把这个光标 拔掉这个就不会转 有些人他不用光标 直接用这个颜色 用手放对这个也可以 直接放对这个光标 它就也可以 就快一点 明白明白明白 就不用它转 那现在我们要调自动 就是对标的话 你现在调好来 对标就是 把光标 对标使用 然后调到自动模式 看到自动 客户拿回去 开机就可以用了 好的就这样可以了 师傅停 好 现在讲一下这边 这三个是干嘛的 这个就是 它这个秋生头 发这个频率大小 有一到六档 现在我们一般常规 是用多少档呢 正前来讲 一档就可以了 一档就可以了 是吧 你没必要放那么大 放那么大 那机器也快外 好也容易坏 对对对对 旁边这个 这个是调模具的 叫频率 调频率 一般 这个频率不能够大到这边 大到这边就是模具外了 这个表 电流表 现在就是 它这边两边就是限制 这个是调的 我们帮你调好了 不要再 这个不能弄 对好 如果一般模具正常来讲 它电压也是这样子 最多也跑到这里 跑到那里 不能秋到20了 这个就是一般 就是看它一个 就是坏与不坏 一个好坏的一个显示 其实不要动这边 这边都不要动 调水好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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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